你看这个马屁鲸那个啰嗦 你真要防斩手的话 你干脆把反导系统 就是部署在蔡英文附近那就好了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我们曾经在视频上面讲到 中国大陆轰炸博爱特区 他轰炸博爱特区的方式有很多种 尤其是中国大陆在内蒙古的阿拉扇左旗 用卫星图档照片 把蔡英文赖清德还有相关人士的逃生路线 地道等等那些完整的标示出来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中国大陆准备在博爱特区进行斩手活动 可是非常奇怪 这次新闻出来以后 台湾的军方 居然说他要部署两套 反制无人机的防御系统 来防止中国大陆用无人机进行斩手行动 好奇怪 非常奇怪 就是他说他要用两套 那各位去算数两套管用 他认为这个假设的推定是认为如果用无人机去轰炸博爱特区 那完全不可能 无人机的带弹量太小了 他最多四枚导弹 那四枚导弹都是反坦克导弹 所以无人机用于斩手行动 他是用于杀人的 他只是小面机 不可能是大面机 好 那你小面机 你说你要两套反制无人机系统 请问你部署在哪里 一个就是部署在蔡英文家里 那另外一个就是部署在蔡英文的办公室 就是等同未来的赖清德 他的办公室跟他的家里都要部署 请问一下 无人机 无人机要进行斩手活动 只能够说 这一个截至目前为止 截至目前为止 只有俄罗斯做过一次 也只有美国做得到 那中国大陆的实力怎么样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部署了这两个 说我要防斩手 请问他脑袋这么正常 所谓轰炸 哪有人用无人机轰炸的 所谓轰炸一定是导弹 巡航导弹火炮跟空军 空军轰炸机 或者是监轰机 一定是这种固定的程序 但是你怎么会想到说用无人机 那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种东西的部署 你冤枉权这么花 那请问他请问一下 无人机的攻击他必然是公开的场合 他不会说你躲在房间里面 那我攻击 当然可能 但是那你至少你要知道 我在这个房间里面 至少你要知道 这个就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侦查 侦测手段 所以他们现在说反制无人机 你反制无人机就是两台 一个放在办公室 一个放在他的家里 因为蔡英文赖清德的官邸 好走路都可以走得到 好那台湾部署这个 说用好用反制无人机 来进行反斩首的推演 他脑袋是不是真有问题啊 是不是真有问题 除非好除非 这个无人机川普 蔡英文讲的重城赫索网 他突然进到台北市 或者在台北市有那个第五重队 或者在台北市有一个第五重队 天天操作无人机 可是无人机真要杀人的话 那是中大型的 尤其是大型的无人机 那事实上 你部署在这个地方 你有什么用 你有什么用 这个无人机进行所谓的斩首行动 那当然可能了 那我只能够讲可能 可能 但是一定是在公开场合 而不会躲在屋里的时候 我要对他躲在办公室 我要对他进行 用无人机斩首 事实上 为了护卫赖金德跟蔡英文的安全 你看这个马屁金有多少 你真要防斩首的话 你干脆把反导系统 就是部署在蔡英文附近那就好了 或者赖清德的附近 因为他主要是炮弹 巡航导弹跟导弹 还有空中轰炸 只有这四个 无人机算 算是一种 算是一种 但是你要看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能不能飞到台北市上空吗 就是这五项 他只关切无人机 因为他认为无人机 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强大 然后会对蔡英文或者赖清德 进行不利的动作 如果他要这样子想 就是你太小看无人机了 真正无人机 他要发现的是一个目标很大的 从头顶这样子下来的 就是说像坦克 像其他的大型目标 对于人的话 除非你有美国那套技术 美国那套技术呢 我的朋友跟我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说那一套技术 至少要有两三台无人机领空 而不是一台 而不是一台 那无人机现在最大的效用是什么 做精密导演 他说可能 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轰炸博爱特区 这个传说过去了以后 你马上说我要部署 反制无人机系统 有用吗 有用吗 拍马屁有用 但是真到实战阶段 未必有用 也很容易 请不要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收到转发 明镇 明镇 收到转发 明镇